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澳洲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在經過了接近一個禮拜的前逗之後 最終都是決定要向澳洲政府妥協、屈服甚至可以說是投降 為什麼呢 因為朱克伯格就決定了 要在Facebook上重新展示澳洲新聞媒體的網站 原來澳洲政府在背後也落了重招 第二宗消息 澳洲總理莫里森的支持度創了他上任以來的新高 在野黨的工黨黨魁支持度應聲下跌 這個結果反映了澳洲人民對於莫里森的強人政治表達出認同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去看看到底朱克伯格投降的雖相是怎樣的 在星期日的時候澳洲衛生部長亨特就宣佈了 說他們將會停止通過Facebook平台來刊登政府廣告 而在昨天主管公共開支的金融部長八名漢也證實了 這個措施將會擴展到整個澳洲聯邦政府核下的所有部門 他還反擊朱克伯格說Facebook作出非常惡劣的舉動 不當地封殺澳洲的新聞媒體 試圖影響或干預澳洲的民主制度 而他就說期望澳洲政府會撤走所有在Facebook下的廣告 澳洲政府不會容忍朱克伯格的行為 澳洲政府也會堅定地進行立法 並且會重新審視所有的廣告開支 說到這麼厲害了 到底澳洲政府花了多少錢在Facebook身上呢 據統計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澳洲聯邦政府一共斥資了4200萬澳元在數碼廣告方面 而Facebook就已經佔了四分之一的款項 如果澳洲政府真的撤銷在Facebook下廣告 Facebook最少每年就會損失1000萬澳元的收入 如果折算港幣的話就超過半億了 澳洲政府就使出了猛招 不過要 朱克伯格今天馬上就應聲跪低投降 Facebook就宣布會撤回在上個星期四 全面封殺澳洲新聞媒體內容的決定 將會在日內恢復給澳洲媒體在Facebook上分享新聞資訊 即是說不會再在Facebook上封鎖澳洲媒體 上個星期其實這隻朱克伯格都做得很過份 你封新聞媒體之餘 你還封澳洲的氣象台 天氣都不給看 你還封澳洲很多的政府部門 使得別人的溝通上出現了難題 好了 現在別人說不在你的平台下廣告了 你卻又要投降 雖然你曾經在去年在美國的時候權傾一時 但是澳洲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我們一早也批死了 你是不夠他鬥的 因為你經常去拋人浪頭 又說退出他的市場 原來只是一個澳洲政府 就已經撐起了你Facebook六千多萬港幣的廣告費 你今天就斬腳趾避沙寵 或者去退出澳洲的市場 你如果真的夠膽退出 你朱克伯格 Facebook科技霸權 就只會衰落得更快 因為其他國家已經爭相說要仿效 究竟是不是要學習澳洲這套法例 很多國家有興趣 加拿大 歐盟 你以為可以脅迫澳洲 現在你偷雞不倒蝕渣米 賠了夫人又接兵 因為沒有一個主權國家是會受你的科技霸權威脅 被你威脅的時候 他命都沒有 所以你是一定輸的 只要那些主權國家站得硬正過你 你基本上就是要投降 所以你朱克伯格就好了 現在又說要展示別人的內容出來 當然澳洲政府也是有條件的 他們作出了一點讓步 就是給Facebook兩個月的時間 和澳洲的新聞媒體進行商討 這個商討當然就是 究竟你會付多少錢 多少收益澳洲的新聞媒體 其實你最終都是要付的 你今天能夠退出澳洲市場 他招加拿大歐盟又去立這些法例的時候 你又退出了嗎 你退出了嗎 你全部都不准在Facebook分享嗎 你的平台不會陰乾 會死得更快 其實現在Facebook的用戶 就已經呈現著一個老化的現象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 再去整天看Facebook 反過來他們就喜歡看圖 不喜歡看字 比如說Instagram 當然Instagram也是 朱克伯格的科技霸權其中的大支柱 除了Instagram之外 澳洲那些年輕人 最喜歡用的就是Snapchat 香港也有很多人用的 那些年輕人 就貪他什麼 又是月後積焚 看完那些東西 就當沒有看過一樣的 就沒有人知道的 好了 另一個就叫做TikTok 就是這個抖音 澳洲方面也很流行 但是香港就幸運 不流行這些東西 好了 由於那些年輕人 全部轉了平台的時候 你基本上留在Facebook那些人 都已經是有了五多年多 好了 你還要說不讓他看這件 不讓他看那件 那他就索性轉了台 一走這派人 你就沒有新血入了 所以朱克伯格被迫都要跪下了 因為澳洲企硬 說這條法例是過硬的 所以厲害 莫里森寸步不讓 只有兩個月時間 你跟媒體談得夠 根本上你朱克伯格 想拋人浪頭 就在做夢了 莫里森面對著 中國這麼大的貿易夥伴 他都未曾劣 更何況你這些 什麼科技霸權 一拍下去 簡直就是小毛見大毛 在莫里森眼中 你這些朱克伯格 就是小兒科 所以你硬 人家更硬 終於你朱克伯格就是踢著快鐵板 現在不單止澳洲有這些法例 微軟也在Facebook背後開槍 他們不斷地慫恿歐盟 歐盟其實也要檢視一下 可能要參照澳洲推動相關類似的法例 為什麼 因為微軟很想在社交平台上分一杯羹 就是想蠶食你Facebook的市場罰額 那麼他要開拓一片市場的時候 怎麼做好呢 最快的方法當然就是想你朱克伯格 當然Facebook衰落也不代表微軟能夠完全吃得完 那個份額 但是他就好過慢慢地投入很多資源 和你磨和你困 好了 微軟他怎麼搞呢 其實是跟歐盟四大的傳媒集團聯手 他們就要求歐盟要推動類似澳洲的新聞內容付費 當個網上平台和新聞媒體在分享收益出現分歧的時候 就可以尋求進行仲裁 就是說又是向搜尋引擎和社交平台開刀 聽起來微軟他自己都會出事 因為他自己都想經營這些東西 問題就是他現在沒有東西輸 因為他在市場份額上佔那個百分比實在太小了 反正他現在搞的都是差不多的時候 不如就為市場帶來衝擊吧 那一帶來衝擊的時候 他起碼就會有個機會可以是突圍 如果不是他慢慢磨 不知磨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上得到位 所以他們就經常跟Facebook之類的社交平台爭鋒相對 在背後推動很多的立法工作 當然其實這些立法工作 對於民眾本身來說是有益的 因為這些立法工作一來就可以保障得到 那個新聞媒體會分享得到一定的網絡收益 是可以使得他們永續發展下去 不用說做一做一做 收益就被朱克伯格立了 這樣他們就接了 這樣就可以保障得到他運作下去 二來就是限制了社交平台演算法的更換次數 就可以保障新聞自由 其實是有益處的 所以微軟當然他自己本身也有個私心 這是必然的 每一個人做任何一件事 他都要夾雜一些私心 他才會這麼出力 所以又不能怪這個微軟 是無可口非的 故此Facebook接下來就有排售了 現在就澳洲而已 接下來很多國家都會類似有這些立法程序 接下來我們就講講 關於莫里森的支持度 根據澳洲人報公佈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莫里森就因為對中國和Facebook強硬而得到了民眾的支持 他的支持度就上升了4% 去到61% 也創下了他擔任總理以來的新高 而在野工黨的黨魁艾班尼斯 支持度就下跌了3% 去到只有26% 也都是自從去年8月以來 兩人之間的最大差距 因為澳洲其實都是走類似於兩黨制的形式 不是自由黨就是工黨 所以這個數字也是為了莫里森打下了強心針 因為在明年澳洲就會有換屆選舉 如果他的聲勢能夠持續的時候 他的選情也是相應地樂觀一點 而且亦都表達出民眾對於他的強硬的態度 是表達了支持 證明得到他的強硬 背後是有堅實的民意基礎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如果他一味走去強硬 原來那些民眾都不支持 那就變成了他是孤立無援 原來現在不是民眾都支持他的 所以澳洲人這些就是風骨 老實說中國對於澳洲採取了這麼多經濟上的反制措施 包括又說限制留學生去 又說限制他的那些貨品進口 諸如此類 你說完全對於澳洲經濟一點影響都沒有 就是騙人的 事實上短期來說是會有個波動在這裡 但是澳洲大部分的民眾 他們是願意接受這個波動 短期之內肯定會有影響的了 但是長遠來說 他們就嘗試為澳洲的貨品 去尋找一些新的市場 新的出路 就可以擺脫到對華貿易依賴的情況 起碼澳洲人是會理解到澳洲政府做這個行為 他們就沒有責怪到澳洲政府說 你搞到經濟很危險 沒有這樣 而且莫比森就一再展示出 他對於捍衛澳洲核心價值的決心 比如說最近澳洲和Facebook這個禮拜的前鬥 澳洲就展現出他那種寸步不讓的決心 你想侵犯澳洲的新聞自由 朱克伯格就不用指望 所以澳洲的民眾就看得一清二楚 就發現到這個總理是好東西 夠堅定 是捍衛澳洲人的核心價值 是捍衛澳洲人的利益 相反 工黨執政的維省就在幾年前從大陸簽署了一個一帶一路的協議 那些澳洲民眾會怎麼看這件事呢 就是從民意調查的支持度當中反映了出來 所以這個調查結果對於自由黨來說是一件好事 如果這個聲勢能夠持續的話 明年的大選就會選情明朗化很多 而且莫里森在處理疫情方面 比起世界上不少的國家都是為之好 所以他得到澳洲人民的支持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